馮帥議員 馬電台的股東糾紛 我亦都是當日七十幾個發言人當中 唯一一個反對政府介入的人 大家如果看回立法會網站上面 我講過的發言片段 就會見到當時 其實議事廳是嗑聲四起的 連會議主席 即是黃毓民主席 當日因為嗑聲大到 差不多可以褫奪到我的發言 發言被聽到的自由 所以主席當時在我發言途中 是要打斷我去勸那些在嗑聲的人 是可不可以尊重我的發言權的 而當日我只不過是跟政府 跟支持鄭經漢的人說 說鄭經漢和黃楚彪等人的紛爭 純屬商業糾紛 即是為個淺字 我都是想說說道理而已 誰知就被千夫所指 連出立法會大樓的時候都被人圍著罵 好啦 沒隔多久 鄭經漢賣了數碼電台的股份 給黃楚彪 當時連黃毓民主席都罵鄭經漢 他其實都是要錢 即是承認當日 我代表詩智山學會講的東西 所以不向我們還要細心聽我們話 不單止尊重我都有的言論自由 也都會早些覺悟 不用浪費一口氣 當時我也都說過 如果政府要插手干預香港電台的編輯自主 就會令到港台淪為政府的洗腦工具 所以為了香港市民的獨立思考 政府就一定要跟港台分開 而早前 廣播處長鄧引光被人說 干預香港電台的編輯自主 詩智山學會就只可以這麼說 說明是廣播處長 即是政府委任收緊政府錢的人做港台台長 懂得想的都知道港台的節目 怎麼都是他代表老闆做事 所以詩智山學會認為 要真正防止政府干預港台的編輯自主 不讓政府利用港台為我們洗腦 我們就要將港台私有化 而政府應有的撥款水平 我重複是零 這樣才可以真正確保港台獨立 而上次DBC那件事大家沒有聽到我講 搞到後知後覺 希望今次大家可以早些支持本會 讓可以早些確保港台獨立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